今天的导航不知道什么情况,把我导到一个村道上 虽然道路不好走,但是景色还是不错的 沿漏的油彩花让我看了又看,忍不住停下来拍了个视频 中午找到一个平坦的地方停下来,准备弄点饭吃 刚拿出锅碗瓢盆,马漏对面来了一位美女 问我要菜吗?我问她多少钱一斤 结果她说要什么钱?客人千都是菜,你能吃多少呢? 入到这种情景你们会感动吗?没过一会儿美女的妈妈又来了 问我要不要带些菜走,可真是不好意思 但盛情难缺,跟着阿姨的步伐来到她的后面的菜软子 阿姨,这手势背后的气势像不像在说,这一片都是我的江山 阿姨问我想要什么菜,我也不好意思说呀 你们千万不要说我混吃混混,我只不过在路边做了个饭 这魔女娘锐心主动的给我菜 只不过她家的鹅真是不乱一 一直叫个不停,估计是先我拿走她们家的菜吧 感谢这锐心的魔女娘,衷心的祝福她们 全家安康,给我自驾游的旅程留下温暖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